Hello 不羈道 前這個行會召集人陳志思 今天又發表了一個很特別的理論 他說 本港防疫政策導致許多企業和人才流失 引用近期的調查報告指超過三分一的基金 公司將地區分公司或總部從香港設立 他亦提到香港勁敵新加坡恢復速度比港 香港快了一年 超越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早已經是意料之中 但相信 若本港現時果斷採取措施 香港可恢復適日競爭力 保持程度優勢 陳志思親口承認了 香港已經不是國際金融中心了 輸了給新加坡 現在他說 再細節地說 原來基金公司離開了三分一 那他究竟再說什麼呢 原來他說 他現在說零加零吸引都有限 速海外入境免隔離免檢測 什麼都不要再罪了 行政會議前召集人陳志思 今早 21號 在南華早報撰文 指嚴苛的防疫政策 或對本港造成永久傷害 即使入境處實行零加零 亦無助吸引海外旅客及這個世界 現在零加三 記住 速請無條件取消所有針對入境人員的防疫安排 做到零隔離 零醫學監察 零檢測 因為 他認為本港現時這個疫苗佔續率 居世界前列接種不少於兩劑 是高達92% 同時證據已表明 本地的醫療系統可以承擔大規模 是有進入新常態 Normal 的一個新常態 不需要再這樣做 陳智思讚賞政府在上月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安排 但他指政府的報告未提進一步進入 這個入境幾時開到零加零 但他現在已經說零加零都不會吸引到外地的旅客 遊客 非常難吸引大量的遊客和商業人士來說 所以 最好就是什麼都全部取消 目前還需將防疫責任加回個人 一如這個疫情前 若市民自己覺得不舒服 就去看醫生了 就會帶回暫停工作 就會自行決定戴不戴口罩 以免整個社會共同付出代價 從而挽救經濟環境 民生和市民的健康 等等 我自己覺得這個人 沒有做行政會議說話 就大膽了 但是他又沒有什麼邏輯 因為同香港政府現在 他都是M加的Chairman 就是Museum的Chairman 他說現在已經入到一個新常態 其他的什麼都不要說 最好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你已經輸了 輸了 你又沒有什麼說 怎樣可以增加優勢 只是零加零取消 所有是照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贏呢 因為你沒有說到 現在的背景問題 你怎樣改善了這個 這個疫情防控之後 就相對於等於你的競爭力 加強了 喏 零加零呢 或者取消了所有東西 旅遊業程度上一定好 但是現在講基金 你那些金融機構 或者各方面的資產轉移了 在新加坡 轉左 大家一定要明白 轉左 他不會明天轉回來的 為什麼真的 那些所有的官員 甚至 前這個行政會議 召集人 他都會 他也是財金的 去搞這個 這個insurance的 沒有理由不懂的 那些錢都走了 人又走了 還有 中國的共同富裕 和我們的運動 是令到錢 走了去新加坡的 其中一個 較大的原因來的 但是大家又不覺得是原因 哦 因為他開關 開得早 所以現在好 我們開關 跟國際接軌 就沒事 其實都不是 總部搬了 明年總部又會搬回來 或者下個月 你家就算簽個rental 至少都三年 兩年了 兩年之後才算 不是現在的 人家都搬走了 還有啊 人家現在的錢很安全 人又很安全 所有的東西都很安全 現在那邊發展 你有什麼動機 或者條件 可以引證你的答案 就是說 喂 我們會 追上去呢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這些又是謬誤的邏輯 邏輯上的謬誤 聽多些結果 看見大法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按讚 訂閱 多謝